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有的同学可能是喜欢德国这个国家 还有可能有的同学是为德国的哲学或者音乐而着迷 其实德语国家的文化国情都非常的丰富丢彩 而要走进这一切了解这一切语言则是最重要的那把料事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走遍德国这个德语课程的课程设置 我们的课程之所以叫走遍德国是因为我们的教材 我们采用的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引进的一套德语原版教材 走遍德国 走遍德国这套书的德语名称叫做Password 意思也就是通关密码 如果我们掌握了扎实的语言基础 那么走遍德语国家都不怕了 走遍德国是专为德语非母语的学习者编写的一套德语强化教材 在中国使用多年深受很多学习者的好评 而且这本教材同样适用于欧洲共同语言标准 这套教材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这套教材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彩 它将德国国情知识融于语言教学中 通过对本教材的学习 学习者不仅可以消除学习德语的畏惧感 轻松学习德语 还可以在掌握德语言知识的同时 了解最新的德国国情 包括德国各联邦州的名胜古迹 分土人情 名副其实的走遍德国 其次 这套教材 群序渐进 全面培养学习者的听说读写能力 它的体系相对比较完整 而且配有大量的课后练习 非常适合同学们在课后自己进行练习与复习 不过引进教材也会有一些不太适应我们中国学习者的地方 首先它的语法教学缺乏一定的系统性 同一个语法 它可能拆分成很多部分 在不同的单元进行讲解 这可能和德国长期主导的教学方法有关 他们一直认为外国人学德语应该清语法重应用 但是对于大多数非母语 而且通常已经成年的中国德语学习者来说 往往希望了解 为什么是这样 怎么做 这些基本的道理 然后再在这些掌握的语法规则的基础上 进行不断的操练 不过同学们不用担心 舒老师在讲解语法或者词汇的时候 会重视其系统性 会让大家有一个整体的掌握 这套教材的第二个缺点 在于它的听力难度上 为了呈现出比较原汁原味的德国风貌 在很多的听力文章中 它的语音语调采用了当地的口音 另外听力课文的语速也相对较快 比较的逼真 不会因为我们是初学者而故意放慢节奏 这当然有利有弊 利在于在学习外语时 一开始听力的速度很重要 当你听惯了快速的语速 听后听相对较慢的就比较容易 但反之如果你一直听的是比较慢的语速 到后期你想加快也快不了了 此外我们到时候也会为大家提供一些其他的听力文件 大家如果觉得教材里的听力文件较难 就可以做一些其他的练习来进行听力训练 所遍德国这本教材主要包含一本学生用书 以及一本练习手册 书老师在课堂上会重点处理学生用书 我们会根据学习内容将课堂学习分为若干模块 例如听说读写这个模块 就是指在听力 口语 阅读 写作 这四个方面进行相应的训练 而词汇讲解 顾名思义 就是学习这一课或者下一课最重要的词汇 语法讲堂这一模块 则是对课文中出现的相应语法现象 进行讲解分析和针对性的训练 在重点剧行这个模块 我们会归纳介绍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熟练掌握以及运用的剧行 在德意志风情这样的模块 我们往往会介绍德国的风土人情或者名人意识 此外我们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加入重点回顾知识扩充这样的小板块 那么书老师对于同学们的要求是 在课堂上请大家认真的听讲 紧跟书老师的步伐和节奏 课后也请大家做好回家作业 练习手册配备了大量的练习 希望同学们可千万不要偷懒 只有通过大量的练习才能熟练的掌握好 我们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 如果大家在练习中碰到较难的题目 或者自己想不通的地方 也请大家充分的利用我们的讨论区 和同学们以及老师多多的沟通 多多的交流 此外也请大家积极的使用 同桌系统 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为自己找一个共同学习 一起进步的伙伴吧 因为语言的能力 往往是要在实际应用中 才能得到训练和提高 因此找一个志气相同 水平相当的同桌 一起学习 一定会让你的德语学习 充满乐趣事半功倍吧 在对走遍德国 这一课程的课程设置 有了大致的了解之后 舒老师也想介绍一下 怎么样来学习德语 才会让我们的学习效率 事半功倍 要掌握好的高效的学习方法 就得先了解你的学习对象 得知道德语这门语言 有哪些特征 这样才能有地方师的进行学习 德语的第一个特征 即在于德语是一门拼读的语言 这点大家在进行语音学习阶段时 应该已经就意识到了吧 大多数的德语单词 在字典上找不到音标 那是因为德语有相对比较 简单明了的发音规则 也就是说 只要你掌握了德语的发音规则 即使看到一个陌生的生词 你应该也能把它读出来 基于这个特性 书老师认为 我们在背单词的时候 应该想办法记住一个单词 音的形式 例如我们要记住课程这个单词 der course d course 我们不应该在那里背 kurs 当然如果你背成 kurs 难度就更高了 书老师也经常看到一些学生 在课堂上 或者在课后 在操稿纸上 疯狂的抄写一些单词 他们认为 我抄个几十遍 这个单词就记住了吧 就背出来了吧 但是这样的同学 往往忽视了一点 你记住的或者熟悉的 只是这个单词 视觉上的印象 如果你听到这个单词 你还是不认得它 你还是不知道 它在说什么意思 所以书老师背单词的方法 就是记住这个单词的读音 kurs kurs 你要知道 k分k的音 我自然是 u和era的组合 然后你只要记一下 在最后是一个s 而不是两个s 分4的音 就可以了 这样背诵单词的好处在于 只要你读得出 你往往就能背得出单词 而且能够训练你的听力 帮助听写 此外 也请同学注意一下 一个单词的重音 以及句子的语调 也很重要 比如这个单词应该读 kurs 你读成kurs 那么当你在听力中听到kurs 你就不一定能够正确地反映出 它是你所想的那个单词 德语的第二个特点是 德语的名词都有自己的词性 即阴阳中性 然后名词的复数形式又各的相同 德语的这个特点 往往是很多德语学习者眼中最大的 很难逾越的困难 那么同学们平时在学习德语名词的时候 要试着自己对这些阴阳中性进行归类 看看能不能通过联想 或者通过寻找规律 帮助自己记忆这些名词的词性 及复数形式 其实和舒老师前面提到的建议一样 舒老师希望大家在背单词的时候 能够把单数和复数一起记 还是前面提到的课程这个单词 大家背单词的时候这样背 前面的这个their是阳性名词专用的定段词 那么你只要记得their course 你就能知道这个单词是阳性的 their course 在德语中所有的复数形式 都是用定段词their来表示的 那么their course 你只要记得这个单词后面的读音是course 就会记得course的复数形式 是在这个单词的词尾 加上字母a 所以养成良好的朗读单词的习惯 也能简化你被单词的压力和麻烦 除了朗读习惯 良好的书写习惯也很重要 在德语中 所有的名词的首字母都得大写 这和英语是不一样的 大家在开始学德语的初期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养成这个习惯 所有的名词首字母大写 虽然听起来有一点麻烦 但是也有好处 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个单词不认识 但是它的首字母是大写的 而且它不为一句首 至少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名词 另外大家也要能够看得懂单词表 也就是如果课后字字进行单词学习的话 也要知道单词表的各个部分是什么意思 请大家把书本翻到第十八页 我们拿第一课的单词表为例 在单词表的最左面一栏 就是单词的本身 有些动词后面会有第三人称单数 即完成式形式 这个大家现在先不要去管它 随着我们语法的层层递进 这些语法规则我们自然而然能够掌握好 在单词表中间这一栏 就是前面这个单词的中文含义 最右边这一栏 就是包含这个单词的例句 在书老师看来 例句往往比中文含义更重要 大家在学习德语时 一定要记得 不能只从中文出发 因为一个德语单词的具体用法 和实际语义 往往比它中文的翻译更重要 如果只是死抠德语单词的中文翻译 很可能比今后说出来的德语 或者写出来的德语 德国人看不懂呢 德语的第三个特征 就是它跟英语 其实还是有很多相似点 或者共同之处的 书老师自己的经验就是 在学习了德语之后 好多原来不认识的英语单词 突然都认识了 那么书老师的问题就是 我们能否把我们原先学习英语的学习经验和学习 习习惯直接运用到德语学习中去呢 书老师的回答是 我们应该因人而异 请每个同学都自己想一想 自己的英语学习是否顺利 是否有效 如果英语学的不是很好 可以想一想 是不是在学习方法 学习习惯上 还有待提高和改进呢 在学习习习习习书老师这里有一个小建议 比如我们学习一课内容 习老师往往会先进行词汇的讲解 那么同学们就应该先自己学习 背诵 掌握这些词汇的用法 在掌握的这些单词的基础上 再回头来学习课文 或者听听力 或者做练习 那么阅读课文 或者听力训练 或者语法练习的过程 本身就是在检验 或者操练你的词汇掌握 习老师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看到你的同学 把单词表后面的中文 全部抄到前面的课文上去 又或者一边读课文 一边滴滴滴的按着德语电子字典 这些都是非常糟糕的学习习惯 当我们无论是在阅读 听力 或者语法练习的过程中 碰到一个升词的时候 请大家一定要忍住 不要去查字典 或者翻后面的单词表 因为根据上下文 推导出这个单词的含义 其实就是你理解力的提高 我们说为什么叫阅读理解 听力理解 其实就是在提高 训练你的理解能力 如果你已经习惯了 看到一个升词就去查字典 那么你的能力无法提高 当你今后看到一篇文章 遇到一个升词的话 你不了解这个单词的含义 你就无法继续读下去 实验表明 一篇文章中 只要大约有70%的单词我们认识 我们就能够大概理解 这篇文章的内容了 所以 虽然书老师不在大家的眼前 但是 请大家对自己严格要求 不要动不懂就去查字典 真的要查 也应该在完成阅读 完成听力 或者完成练习这个过程之后 再反过来查这个单词 那么 同学们在查阅单词的时候 也应该更加正视 这个单词的实际运用 以及它的内涵语义 不能仅仅只记住这个单词 对应的中文翻译 不管在哪个德语课堂 不管面对的是 什么样的德语学生 书老师对于学习的要求 很简单 就是两点 一个是要有效果 就是大家在学习之后 得学到东西 会运用这门语言 另外一点 就是要获得乐趣 也就是要享受 学习德语的这个过程 因此 书老师的第四个要求 就是希望大家在德语学习过程中 能够自己主动的寻找学习乐趣 其实这个乐趣很简单 当你独立 看懂一篇文章 或者听懂一篇文章 或者做对了一些语法练习的时候 其实你就能获得一定的成就感 这个就是德语学习的乐趣 或者在某首大家喜欢的德语歌曲中 或者在某部德国电影里 听懂这么一两句 其实也会让大家获得成就感和亲切感吧 近几年来中国旅游的德国人也越来越多 其中不乏很多 想要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人 当你能够用德语 跟你身边的德国同学 德国同事 甚至是在马路上遇见的 不认识的德国人 交流几句的话 那是不是也很让人快乐呢 书老师从事德语教学已经好多年了 从初级班到德服准备班 甚至是本科课程 都非常的熟悉 也自然比较了解中国学生 学习德语的特点 各位同学如果今后想在德语的学习道路上 走得更远更久 那么扎实的基本功就尤为重要 书老师会认真的帮大家打好这个基础 但是学习要靠自己 特别是语言 一定要靠大家自己在课后多读多练 这样我们的知识才能掌握得更牢固 基础才能打得更扎实 好 同学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好准备呢 如果大家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信心满满 斗志十足的话 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走遍德国的旅程吧 我们下节课再见啦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